我準備黑糖饅頭跟白痴 體驗2350生活 因為我昨天看到正文餐 今天的早餐是吃黑糖饅頭還有白痴 然後我就想說今天我們早上要開早黨團大會 那不如呢我就先買這個 準備60顆的黑糖饅頭跟白痴 來請我們的這個同事們 來一起品嘗2350的早餐 我覺得徐曉星的這個作為 當然是非常的惡意啦 但是同時我也想要問她 現在是要模仿這個牢裡的菜色嗎 如果是這樣她是想要暗諷說 所有的國民黨團都是要坐牢的人嗎 準備好了等一下我們黨團大家一人一份 然後這個是由我親手去蒸然後再氣炸的 等一下我留一個給大家分的吃好不好 因為數量不太夠 我昨天去跟那個饅頭店說我要60個饅頭 他們也嚇到 所以我這整袋呢 隨手抓都是黑糖饅頭 好我先進去佈置一下 等一下你們可以先拍一下 可以看一看嗎 可以看一看看 可是黑黑的 自己這個是不是 其實我有一大部分都氣炸 因為氣炸比較快 但氣炸就是一個講究一個內酥外軟 對不起外酥內軟 然後呢如果是蒸的話就是都是軟的 然後今天昨天晚上我就有跟我們黨團講說 今天會請大家吃早餐 我們要一起體驗2350的早餐生活 所以是白亞茶跟那個焦糖 這個是黑糖饅頭喔各一個 然後如果有多的話再請媒體朋友吃 我先進去佈置一下 你今天要起來是真的嗎 我們動作很快 我七點半 我七點半然後到八點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一方面用隔水加熱 兩邊隔水加熱 另外一邊是氣炸鍋 然後再加電鍋 所以我們是一二三四管齊下 這足以證明我是早餐店的女孩 就是說早餐店的女兒才能夠速度這麼快 連耐熱袋都準備好了 所以算是一人一份這樣子 我又會不會把這個煉燙饅頭 然後送到處置101 每天都會煉燒 就不用了他們自己 就不用了我怕他們會拿饅頭丟 很燙喔要不要摸摸看 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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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的給你們燙一下 燙的燙的完全是燙的 有喔有有溫度喔 有溫度 好我先去進去擺 有溫度 我們今天二三五零就跟住 有二三五零就跟住 兩三五零就 Web ett 真的是 吃那個 要的 但是 我就要進去 然後 t 也要進去 又出牌 就是 有 你 我准备黑糖饅頭跟白鴿蝶喔 體驗二三五零生活喔 因為我昨天看到鄭文燦今天的早餐是吃黑糖饅頭還有白鴿蝶 然後我就想說今天我們早上要開早黨團大會 那不如呢我就先買這個準備60顆的黑糖饅頭 然後我跟白鴿蝶來請我們的同事們來一起品嘗二三五零的早餐 我覺得徐曉鑫的這個作為當然是非常的惡意啦 這種暗奉的方式非常的低級 但是同時我也想要問他現在是要模仿這個牢裡的菜色嗎 如果是這樣他是想要暗奉說所有的國民黨團都是要坐牢的人嗎 所以我不太懂此舉的用意為何 那這種暗奉的寓意是不是只是在嘲諷自己黨團的同事呢